香港月餅老字號榮華月餅 與內地順德榮華就商標問題已久前長達15年 在上星期 香港榮華除了公布4月其中一宗維權案中獲得勝訴之外 更加誠勢推出在內地註冊商標的元朗榮華 希望藉此勉強內地經銷商 再受順德榮華纏擾之苦 同時亦都比內地消費者更加可以分清楚真偽 今年中秋節我們榮華生產榮華月餅之外 更推出香港元朗榮華月餅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我們已經申請了十幾年 但我們一向都沒有在月餅方面去用著 我們推出雙線去行 希望消費者很清晰分辨出哪些是我們的產品 哪些不是我們的產品 久前多年令到香港榮華損失超過1.5億 而在中秋前直推出新品牌 香港榮華代表律師溫旭就說 這樣做並不是斬腳趾避沙寵 我們不想被蘇士榮華再打這個便車 我們叫做元朗榮華 大家一看到元朗榮華就是香港人 你不可能又加個元朗榮華 那時候你就侵權 你不可能又加個元朗榮華 就是想把元朗榮華放進去 他不高興我們做出元朗榮華 他喜歡我們現在仍然叫做榮華 你買榮華 他就跟著他又是榮華 就搭你別車 我們叫做元朗榮華的時候 車都不同 我是歌速火車 你就是普通動車 車都不同 他又不能夠搭這輛車 你現在搭不到我這輛車 從某種意義上 他現在對這個 他覺得很無害 我覺得並不是自己斬了自己的手臂 自己損傷了自己 這個是從長短來看 是一個上策 培叔也都以榮華創辦人的身份 給打算進入內地市場的中小企 一個錦囊 我相信他要上去內地經營的話 他首先要了解到大陸的文化 要認識到大陸的文化是這樣的 那你才好投資他 是吧 當時我們沒有遇到有這樣的 這種問題 我們當時 所以你說 有什麼建議 那些中小企 上到大陸做生意 應該認識這件事 我說 這件事真的要 要深入去研究一下大陸的文化 要多些了解 清清楚楚大陸的文化是怎樣的 才好上去投資 不然你就 一盒眼淚 是吧